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比孤独更孤独的适合错的人在一起 54岁港姐冠军陈法荣说出至今仍单身的理由 在很多人心里陈法荣是唯一一个留短发且青春和女人为并存的钢台女明星 她就是巨人里烈印红唇的红志青 是梅丽传说里善良到让人不忍伤害的瑞塔 还是杜侠里那个永远引起逼人的龙九 如今这位54岁的港姐冠军美貌依旧却仍然单身 外界替她惋惜在年轻时候爱错了男人 而在陈法荣心中真正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 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众所周知港姐美得各有千秋 但改变提升港姐比赛评选标准的人却不多 陈法荣算是一个 当年她曾被港媒评为最有都市气质短发加大耳环的搭配 到今天看来也很时尚 从小在众星云集的广播道上长大 和娱乐圈天生有缘的陈法荣 却在15岁那年移民去了加拿大 轻松考上多伦多大学后 陈法荣又因为专业问题转身去了夏威夷大学 当初的她可是一心一意向时尚界发展 连实习都是去的相当儿 改变陈法荣人生走向的或许就是那次癌症物症 决定换一种活法的她在1989年回港参加选美 23岁的陈法荣凭借消耗的面容和身材 还有傲视群雄的高学历 上来就成了那一届的夺冠黑马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陈法荣的性格 用美用萨 绝不废话 眼光四射的陈法荣 最终毫无悬念地从李嘉欣手里 接过网冠 成为香港的美丽名片 同时 她也成为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 并签约TVB港界冠军 据说 就是从陈法荣开始高学历开始成为港界评选的加分项 一年后陈法荣又将港界桂冠交给近任袁永怡 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两次交接后 三位港界的人生在此后会产生纠缠 港界夺冠后 陈法荣就要代表香港参加环球小姐的比赛 如果当选环球小姐 按规定是必须驻外出任一年的 情善大使 可当时的陈法荣 一心只想快点回香港 和男神刘德华排信 心里一直默念 不要悬赏我 千万不要悬赏我 天遂人怨 陈法荣落选 签约后 首先合作的不是刘德华 而是张学友 TVB也马上对她表示出宠爱 人在边缘安排上 搭档黎明刘青云 紧接着陈法荣就收到了 王金的电影邀约《赌侠》 陈法荣也如了愿和男神有好几场对手戏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当初倒酒那段 随后陈法荣又和立志 李嘉兴出演了王金的量足100分 可能是都市气质 太深入人心 反正那些年陈法荣出演的电影 很多都是赌片或者经费片 作品不断 事业顺遂 与坎坷的情路 形成鲜明对比 当年陈法荣的桃花玉 可是出了名的网 不仅媒体形成她桃花女 连她自己也承认过 最多的时候 有七八个人同时追她 在TVB那些年 陈法荣和周慧敏李嘉兴 在情场交手的事 比作品更吸引坊间的目光 李正和李嘉兴分手后 就与郑当红的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拍拖 尽管一直没有公开恋情 但李正带着周慧敏参加爷爷葬礼 也算是见过家长 连一项毒舌的艺书 对周慧敏的评价 也是各种褒义正向词 但在1994年 关于李正遗情陈法荣的说法 逐渐喧嚣沉上 当时的李正不仅用流鼻血女行 去形容陈法荣漂亮 还动不动就邀请他为自己的杂志拍封面 一来一回也就是安前马后的接送 面对这样一个英俊有趣又细心的有才公子 陈法荣想不动心 有点难 也许是他当时的事业如日中天 也心无旁骛地谈起了恋爱 另一边 飞去日本拍广告的周慧敏 也和负责接待他的何村达也传出了绯闻 李正和周慧敏这段感情 看起来是到了头 万万没想到陈法荣 在两年后没等来李正的求婚 却等来了他和周慧敏的旧情复燃 昔日情侣投游旧金山的消息 让陈法荣措手不及 更让人意外的是 不久后 李正就将他和周慧敏的股份却不套现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双双一句温哥华 李正倒是断得干净 陈法荣却几乎搭进去半条命 他当初一心扑在这段感情上 最后却成了别人情比金尖的市经石 那段时间 关于陈法荣情绪问题的新闻 层出不穷 从那天起 李正也成了陈法荣的竞词 分手原因也从未提及 1999年 陈法荣和TVB合约到期 前往亚市 参与王金制作的《美丽传说》 这部剧映射了半个港城 也串起了半个娱乐圈的瓜 其中就有一个角色 是以李正为原型 或许陈法荣已经可以放下 但伴随着事业的转场 他的第二段感情也浮出水面 这一次的男主角是许静亨许公子 当时许公子已与何超穷 分居多时 并在2000年8月宣布离婚 他与陈法荣 是在2001年 经朋友介绍相识 随后展开恋爱 两人爱得落落大方 时不时就在公众场合拥抱热闻 许公子也在拍拖两个多月后 就把陈法荣带回家见了父母 据说陈法荣的高学历 让一向不喜欢女性的许家二老 都对他非常满意 只可惜许公子那会儿 还年轻气盛 身边很快也有了笑颜新人 陈法荣留下一句话 就转身离开了 拍拖是两个人的事 三个人太急 后来徐静恒又和钢界前辈 李嘉欣好胜了 最后也许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修成正果 于是乎针对陈法荣的讽刺 扑面而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关键词 陈法荣接过李嘉欣的冠军 又接受了他的前男友 如今他的旧爱 却成了李嘉欣的新欢家老公 不知道和这件事有多少关系 反正这一次的陈法荣 是真的告了词 2003年他和蔡少芬一同北上拍摄水月洞天 这部戏不仅成就了蔡少芬和张静 也让陈法荣和杨俊逸这对CP 从戏里走到了戏外 他俩在一起四年 中间分分合合 甜蜜回忆也有很多 只可惜这对相差八岁的姐弟恋 最后还是遗憾收场 原因众说分摊 恋情也落下帷幕 2008年陈法荣通过朋友结识良友富商朱明 对方对他好到没话说 连陈法荣的父亲也对男方赞不绝口 据说当时的陈法荣 还将自己的财产都交给男友达理 大概42岁的他真的想尘埃落定了 被以为好事交近 本来的却是骗局 2008年的金融风暴 让号称身家超10亿的朱明 在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随后南方一夜蒸发 徒留成法荣 一人在风口浪尖 在那之后 朱明的身份来历也被扒了个彻底 证明陈俊 97年金融风暴已经破产 后来改名换性付出 一直都在被银行追债 他翻身的踏板就是女明星 在2007年的时候 还追求过刘嘉玲 所谓的贴心大方 不过是为了收获更大的回报 所以这场爱情骗局 对陈法荣造成的伤害 也堪称多为立体 不仅钱财名誉尽失 连自尊骄傲都被碾碎 刹那间漫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有人说他是见钱眼开的下场 有人说他好女人不当 却要当小三 要不是蔡少芬 朱英等好姐妹的陪伴 陈法荣一定熬不过 那个感情的严冬 如今的陈法荣 至少在表面上是想开了 和父亲及爱犬 共同生活在一起 大多数时间会陪家人四处旅游 和朱英一起做点小头子生意 最近又频频出现在公众世界中 这一次 他不但参加了带货直播类走椅 还经常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晒出日常生活照片和视频 今日他晒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他还是标志性的短发 上身穿着毛毛的粉色外套 下身是牛仔裤配白色运动鞋 笑得很开心 又蹦又跳的 这个视频应该是陈法荣 在自家客厅的一角拍的 大力士的定砖上铺着很大一块地毯 上面是类似牡丹花的图案 和背景桥上的四朵花娇笑胡影 另外背景中还摆放着两个精致的 桃衣罐子的装饰品 从这个家中局部能看出 陈法荣的家挺大的 装潢也非常大气 至于这处房产的位置 应该是在上海的某高档小区 前不久陈法荣认出了自己 和多年好闺蜜蔡少芬 一起在小区里细细打倒的视频 她和蔡少芬买在了同一个小区 蔡少芬和张静夫妇 这几年停火的身价高 赚得多 如今他们定居在上海 他们居住的小区应该是价格不费的 因此陈法荣的这个家 无论是装潢还是位置 都称得上豪宅了 在一些人看来 54岁的陈法荣至今未婚 很是可惜 但她本人却一直非常乐观 家庭关系和谐 生活也十分充实 可以算是幸福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的一季 敬请关注哦